那么这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啊 钱先生这种养老方式啊 没法推广 为啥 一个月两万多 那一般老人哪能交得起 其实如果你是家在北京有房子的老人 我认为这不是问题 你一般你在北京市里 咱这么说四环一里的房子 那个房项这么长 这都是四五万五六万左右 你就算你住个八十平里的房子 你算呢 卖四五百万都不成问题 足以支付 你到那边去 你在其他城市里边 是你的房子没北京那么贵 但养老费用也没有北京这么贵 他水涨船高的事吗 所以有的人说这个不具备推广益 我们没钱 这话恐怕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这涉及到一个观念问题 什么观念问题 我们仔细把这个事情捋一遍 你会发现 我认为钱先生选择这种养老方式 卖房子进养老社区 除了他自己的坚定意向以外 还有非常重要一点 他门儿为女 如果有儿有女的老人 能不能做出这种选择 我告诉你身不由己 那恐怕在一定程度 会得看儿女的 因为中国的过去的观念是什么呢 养儿 目的是防老 就是孩子我含辛如苦 拉舌大了 我倒不行说孩子反哺 养活我 这是中国几千年下来的养老模式 所以他一点点形成了什么呢 我怎么着得给孩子留财产 得让孩子将来过得更好 让这家族延维下去 这是现在绝大多数 中国老年人的共同心态 有很多老年人省吃俭用 攒了套房子 就觉得什么 我死了呀 得给孩子留点财产 这不留财产都让人笑话 不管是男孩女孩 你这个产权 最后你还得老啊 你肯定要给孩子 对不对 但你生病的时候 最起码他会料理你的 如果子女没房子的话 你到房子去养老了 自己到养老院 生的小孩不顾 好像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还不太接受 现在相当多的老人 都是这样的心态 你说把房子卖了 你养老下来 有的老人就觉得 哎呦 我这都对不起孩子 更别说 现在有很多牌子 你干啥房子 你卖他 你不给我留着 就该是我继承 你就该我的 现在有很多不孝子孙 认为老人的房产 就该是他的 我说呀 我就可以把这个房给卖了 我就要上那个 敬老院 呃 养老院 什么敬老院 你随便去啊 那这房子就不能卖 我不同意 这房子不如你的房 这房子是你跟我妈的房 哎 这上面写的谁的名 我的名 我的房 其实这就存在着一个两辈人之间的矛盾 甚至有些孩子呢 挺孝顺的孩子 他潜意识列决的 老人这房子该是我的 所以这时候出现了什么矛盾呢 如果你这孩子能够养得起老人 那老人当然愿意居家养老啊 共享天论之论 那要是你的条件不行 养不起老人 或者你压根就不愿意赡养老人 有条件 也不愿意养我老子 怎么办呢 我觉得老人手里这套房产 是他养老的保障 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 卖掉房子 自己搬进养老社区的 反过来 作为孩子呢 拿不出那精力 时间 物质力量 养活老人 还不让老人卖房 所以现在有很多 有儿有女的老人 没法卖房子养老 恐怕和这种 有利于家族的自私观念 有直接关系 就啥都想要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事在一定程度来说 不是因为你很多人 没有钱里屏先生那些钱 拿不出那些钱来 这么养老 而是因为你的观念 你的家庭一些限制 无形间阻止了你做 卖房子养老这种选择 那么其实呢 我们说这个以防养老 在中国将来 一定是一个现实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就即使这个儿女都愿意 都是愿意付出 努力来养活老人 但问题是呢 中国进入独生子女时代 这四二一家庭比比皆是 有的孩子是有那心的 没那个力 这孝顺这个事啊 是属于论心不论事 叫论事贫家无孝子 他有时候力量达不到 还有的孩子呢 他发展的很好 可能去国外了 鞭长莫及 使不上进 而且现在你看 就说中国的老年人里头 有很多这样的 比方尸独老人 儿女都在国外的 事实上这种空巢老人 他养老的时候 孩子不能在身边 或者孩子就没有这力量 那怎么办 他手里钻套房子 由于中国这些年 经济的快速发展呢 房地产值钱了 所以这个成了他们养老 最可依赖的资产 如果你把这个放弃掉了 那恐怕我们将来 进入老年社会 养老的局面就会很尴尬 不那么乐观 所以我说 以防养老啊 在中国未来 一定是一个 要执行的东西 就会成为很多 家庭自主的选择 当然这个形式 多种多样 以防养老呢 第一种形式 就刚才我们看 钱里群先生 他这个把房子卖了 进入养老社区 进行这种交换 第二种形式呢 现在在很多城市里 也挺普遍了 就有着 采用这个方式 比方说老两口呢 有一个身体不行 或者卧床不起 或者总得需要人伺候 俩人的退休金 加一块就这些 再请个保姆 捉襟见肘 怎么办呢 我把这房子呀 比方我家三十一丁 我租给某个养老中心 这养老中心呢 在你家这块 就办一个家居室的 这个小规模的养老院 你家里住三间房吗 你们两口子 在一间房 那两间房呢 还有两老人搬过来养老 然后养老机构呢 挣这些人钱 然后服务的时候呢 给你这三家的老人 共同服务 他们还可以 就是用这个 以防养老的形式 可以让我们 把这房子租给他们 还给我们流利一间房 让我们住 还能帮我们吃饭 过去我们俩 我们俩的一万多个钱 就得刮衣 得买菜 得做饭 但是闲的这么多房子 没能住 反正总觉得 现在还是比过去强多了 你这老两口日子 过得挺好 这也是一种模式 就是以防养老 其中的一个租房养老 刚才我们说卖房养老 这租房养老 还有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以前我们在节目里 提过好多次的盗案街 就我们大家都知道 正向案街就是呢 你这个买房子 先交一笔首付 然后呢 在每个月呢 还这个案街贷款 倒案街是什么意思呢 这产权是你的了 你也不欠钱了 不欠银行钱了 好 到老了的时候 你把这个到底压给银行 银行根据这个房子的估值呢 每个月给你钱 让你养老 有人说呢 万一我 我又没了的话 这房子就钱没给完 那不要紧 剩下估算的钱 扣除给你的养老的钱 剩下这些 给你的继承人 不管你给人 你给谁都可以 这个呢 叫倒案街 我们看倒案街的好处呢 是相当明显的 你比方说就是老人 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 可咱们现在呢 很多人有孩子 有的晚 有的三十多岁才有孩子 孩子这时候二三十岁 正在爬坡呢 你说你已经要养老了 他还是这种状况 他自己都自顾不暇 他在指着你去帮他呢 他哪有那么多钱和精力 来养老来赡养你呢 所以这时候通过倒案街 我房子倒着抵押出去 自己这个资金问题解决了 而且很重要一点在于呢 如果这孩子这时候 也在暗街房子 你还能拿倒案街这钱 去帮助他 因为有很多老人 就这么一套房子 没有多余的积蓄 眼看孩子这时候 爬坡的阶段 使不上劲 帮不上忙 诶 我这倒案街 我能帮上你了 你假如说你不去帮他 不采用这种倒案街 你过得紧紧巴巴 孩子想孝顺 你也没有多大的这个能力 等到你过世的时候 没的时候 孩子这时候四十多岁 已经起来了 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可以了 这时候你又给了他一套房子 充其量是锦上添荒 如果你早点倒案街 你能帮忙他 那是雪中送炭 所以我说倒案街 它是非常符合 中国社会目前这种街区特点的 但是你看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倒案街这么有利养老的事情 推广的不好 咱们曾经搞过试点 在北山广和武汉 四个城市里搞过这试点 现在看呢 直接把房子 通过保险公司 抵押给这个银行的不多 2014年7月1日起 中国保健会 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开展住房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2015年4月份 第一款保险版 以防养老产品正式推出 然而截止到今年9月 仅有26户居民签约 上海民政部门 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 高达90%的老人 已将房产留给子孙 愿意倒案街的 不到10% 而在今年7月底 中国新闻网发起的 以防养老意愿调查中 有57.1%的人 不看好以防养老 多数人观念上难以认口 有人说这么好的事 怎么不多呢 以防养老遭冷遇 多数老年人难认同 这样的现状 得适了怎样的养老困局 价格低廉 服务质量难保障 高档至优 工薪阶层难问津 养老院的两极分化 又给以防养老的实施 造成了怎样的阻碍 走出中国式养老困局 让老有所依 现实可期 老梁观世界 卖访养老 你能接受吗 稍后继续 稍后继续为您播放 老梁观世界 正在为您播放 老梁观世界 有人说这么好的事 怎么不多呢 这里头最为重要的 不是房子本身 有没有问题 而在于养老院的问题 为啥呢 有的时候 你这个盗案街 你把房子抵押出去了 或者你租出去了 或者说你把房子卖出去了 老年人都面临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不在家里养老 去养老院 现在为什么说 以防养老 把房子租出去 或者压退之后 它很少有人这么选择呢 在于养老院那头的问题 因为现在从房子的特点来看呢 只要是你在城市里边 三县以上城市居住 你这房子现在都能卖不少钱了 当然你要边远农村小县城 这可能是例外 为啥 那个地方本身房价起不来 你卖它 你可能也不够支付你养老金的 因为养老需要硬件的投入 和房价上涨这块之间 不是必然的成百分之百正比关系 可能你在一个县城里养老需要的费用 和北京比 比方说比例是一比三 但是房价有可能是一比九 一比十往上 所以县城的 或者边远农村的房产 没那么值钱 这是第一个 如果说我们把局限 局限在城市里 三线城市以上的话 那么最突出的问题是养老院的问题 就说你把房子租出去来 抵押出去来 卖出去来 回头可能你要搬进养老院 但是这个养老院太难选择了 首先是养老院的床位太紧张 中国现在养老院床位 和我们的人口比例 等于有一个数字 是大概1.59%左右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一万个老人当中 也就能有159张养老院的床位 那么国际上 这些发达国家 都是5%到7% 那就一万人当中 有500张床 700张床 比咱们高很多 而且中国将来 随着老年社会进入 这老年人会越来越多 那么可能将来进入 敬老院的原理多 结果敬老院现在 一个床位少 再一个 高低两端发展的 非常不均衡 你比方说 好的功率的养老院 北京有那么一角 据说你现在老人想进去 如果要排的话 得排到100年以后 进不去根本 就现在事实是什么呢 比方说低端的条件非常差 有的老人搬进去 没几天得搬回来 里头吃不是吃住不是住 医疗各方面都保证不了 相反的 还有的民营的高端养老院 是条件很好 富利堂皇的 但是价格死贵死贵的 一般老年人根本承受不了 所以现在你说高端低端的养老院 造成大多数等待着 通过房子养老 要搬进进老院的人 可以说高不成低不咎 这个中间悬殊非常大 那么还不仅仅是 经济上原因造成的高低 另外有一点 养老很重要的 你身边得有人 得有护工 得有大夫 可是现在中国 大多数养老院 那护工的 端茶倒水 伺候个人行 这有点病症的 那身边的人帮不了太大忙 就医疗条件 再一个帮助老年人 康复的这个条件 或者说其他文化 娱乐活动这些 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 条件都非常差 所以这几个搁到一块 造成的很多老年人一想到 你说我房子 我要抵押了 卖了 或者我租出去了 你说我上养老院怎么办 那贵的我住不起 那便宜的我看着都害怕 很多老年人有着顾忌 就正因为找不到出口 养老院这出口太窄 回头它直接影响到 以防养老的这个具体的推行事实 所以我说 钱力群先生这个卖房养老的